先说明一下 手机取消耳机接口 这里的手机指的是中高端手机 一些中低端手机普遍还是有耳机接口的 话不多说先上一张图 2012年绿厂Finder其实已经取消耳机接口了 算是尝试性的产品了 没引起什么关注 到2016年4月份 弱势LUMAX2 那这个手机呢 可以算是最早取消耳机接口 转用C口耳机吧 如今很多流出来的C口转接头 都打着弱势的牌子 还有流出来的弱势充电头 是吧 那真正带头取消耳机接口的呢 还是2016年的国期啊 同时也发布了蓝牙耳机 在2016年之后呢 鬼类手机厂商也陆续跟进 并发布了自己家品牌的蓝牙耳机 在这里顺便提一嘴啊 蓝牌在手机音频上呢 还是有所追求的 可能有些厂商也是被逼无赖吧 大家都推了 自己不推不傻嘛 就算现在高端手机想加回耳机接口呢 也是回不去了啊 因为耳机这种高科技接口吧 已经是中低端的手机标配了啊 别人一看呢 你的手机上居然有一个耳机接口啊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手机 真的有点讽刺啊 很明显的地下人都知道啊 手机取消耳机接口啊 推蓝牙耳机就是为了搞钱啊 这个就不用去洗了啊 因为支持有线耳机的同时呢 蓝牙耳机也不妨碍使用 如果觉得有线耳机麻烦呢 不用就是了嘛 如果非要反对有线耳机 非要洗呢 那不是蠢的 就是坏啊 这里说几个取消蓝牙耳机的借口啊 有揣测或者洗地的 第一洗呢 手机为了做轻薄 因为手机内部的空间不够啊 只能放弃耳机接口 2014年南厂的X5MAX 厚度只有4.85毫米 应该是目前全球最薄的手机 那它怎么就耳机接口呢 同年的还有果六 厚度6.9毫米 目前也是果子系的最薄的手机吧 那它怎么也有耳机接口呢 还有很多8毫米厚度以下的耳机接口的手机啊 就不一一举例了 相反呢 耳机接口没了啊 厚度比之前还厚还重的手机呢 一大把啊 这个真的是相当的扶刺 也不要拿增加电池的尺寸说事啊 虽然有一丢丢的影响 但不至于小小的接口也装不上 那这个随便拆几部手机就知道了啊 就不解释了 况且有耳机接口呢 不占用主板空间啊 在下方的手机 况况且呢 有的手机取消了耳机接口 也没有延长什么续航 那现在好了啊 耳机接口没了 续航也没了 更可笑的是呢 平板空间够大吧 怎么把平板的耳机接口也取消了呢 像是干脆取消屏不得了 更更可笑的是呢 耳机接口取消的同时啊 凑速的废物镜头啊 越来越多 怕不是耳机接口占用了废物镜头的空间啊 影响了手机售卖的噱头 就算3.5毫米的接口装不下啊 搞一个2.5毫米的接口啊 也不是不行啊 毕竟手机一开始就是2.5的 那这样我20多年前买了一堆2.5的耳机呢 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跟取消存储卡扩展一样啊 以后不要拿手机内部空间说事了 这一想加呢 能不能加呢 手机厂商心里面没点避速吗 第二起 手机为了防水啊 这就更加可笑了 我发现这期的素材呢 和上期存储扩展的视频的素材呢 可以共用的 那有耳机接口 同时呢 又可以防水的手机啊 不要太多了 这里我都不想举例了啊 你们应该比我懂 那大把取消耳机接口 又不防水的手机啊 又不是没有 我想说的是呢 耳机接口在外观确实有一个洞进水的啊 那按照这个逻辑呢 那听筒啊 喇叭 收音孔啊 各种按键的缝隙啊 是不是都能够进水 我感觉不是手机进水了 而是有些人的脑袋进水了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 说明了耳机孔了 手机外观就更好看了 我想说的是呢 把它的鼻孔全部堵上了 那应该挺好看的 第三期 抨击有线耳机一无是处 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呢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有线耳机 脱落一根线 然后线又打结 不烦吗 我想说的是呢 你的使用需求只能代表你自己 再说了 又没有强制你用有线耳机 你喜欢用南洋耳机或者外放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但你发个评论 抨击有线耳机 那纯实是找骂了 就像网友所说的啊 只会久得圆道 家里放一条 包里放一条 公司又放一条啊 随便用 至于有线耳机的价位啊 音质啊 延迟啊 不用中链等等啊 都不去跟南洋耳机来比的 可能有些伙伴会说呢 现在的南洋耳机也便宜啊 原长的南洋耳机 买手机的时候 有些也免费送啊 这怎么说呢 开心就好啊 就不戳穿了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有贬低和排斥 南洋耳机的意思啊 其实我自己也都在用 毕竟单单就无线这一条呢 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 但我想说的是 现在南洋耳机的技术啊 还没有完全取代 有线耳机的地步 在这种不成熟的情况下呢 故意取消耳机接口 慢南洋耳机的搞线行为啊 真的很有些武力吐槽 每代南洋耳机的升级 无非就是提升 抗干扰的稳定性 降低延迟感 续航得到极大的提升 降到性能得到增强 搞来搞去的 这不就是有线耳机吗 那这种折腾吧 感觉像在寻找一种液体啊 注入几分钟 续航几百公里 最后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 手机厂商取消耳机口呢 这个没得洗啊 跟汽车强制加天窗呢 没需求啊 制造需求的营销手段呢 侧面反映出啊 需要新的利润点 那利润哪里来了 还不是理和我 而且南洋耳机也是电子设备啊 去往下降了 要么凑合用 要么报废 跟手机一样 经常要升级换代的 所以南洋耳机这一块吧 蛋糕还是挺大的 而且有些自家品牌的南洋耳机啊 卖的贼贵 相对于同等性能的有线耳机啊 完全是暴力产品 第二个呢 有线耳机和无线耳机 互相都不能够完全替代的 只能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比如我使用耳机的环境和习惯呢 主要就是刷视频 那南洋耳机就挺好的啊 摆脱线的束缚 让观看视频的学习体验呢 得到提升 如果用来剪辑视频呢 还是习惯用于有线耳机 那手机厂商搞钱就是搞钱嘛 非要扯一些 手机取消耳机接口的理由 真的是啼笑皆非了 上一期取消存储卡的扩展 这一期的取消耳机接口啊 本来想做一期的 手机取消拆系电池的内容 想了下来感觉没必要啊 确实取消的好啊 没毛病 不过取消状态指示灯呢 我还是想要这个功能的 好吧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再见了 拜拜 by bwd6